男人用刀划开衣服 小心翼翼地拿出几个零件 随后迅速组装成 一个小型信号发射装置 他来到基地外面 把发射器放在雪地上 在用手机完成资料传输后 他拿上仪器正要离开 身后有什么东西 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就在不远处的雪地上 有数百只猴子 被冻成了密密麻麻的冰雕 但很奇怪的一点是 他把这件事告诉基地负责人后 对方却表现得毫不在意 但他们万万没想到 之前从隔离市逃走的彼得 这时出现在了基地的走廊里 他利用安保人员的断手 打开了基地的工作区域 感染了里面的所有人 在对感染者进行询问的过程中 小美突然知道了一个不尿的消息 原来还有两名感染者 逃出了实验室 众人如临大敌 老白连忙带上安保人员 前去抓捕逃走的感染者 可等他们到了地方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与此同时 胖姐正在对猴子进行解剖实验 这是一个女人 突然出现在她身后 女人的眼睛十分红肿 思维也变得异常混乱 胖姐突然意识到 这名女博士已经受到了感染 可正当她想要逃离时 对方突然将她按在地上 并向她狂吐黑血 胖姐趁机躲了过去 连忙开门逃离此地 而另一边 金姐通过彼得的研究记录 发现她之前的实验 涉及到两种生化病毒 金姐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重复彼得之前做过的实验 然后再进行数据对比 通过实验发现 其中一组实验对象全部死亡 另一组实验对象 虽然出现了病理特征 但却全部存活了下来 然而更恐怖的情况才刚刚开始 携带病毒的老鼠 突然撞破玻璃 对同类发起了猛烈攻击 实验结束后 他们通过老鼠的异变行为分析 病毒会改写生物的大脑神经 将宿主变成完美的传染机器 这也就解释了彼得的异常行为 老白当即找到田红博士 希望对方能开诚布公的合作 要不然大家都得死在这里 田红表示同意合作 可在晚上的时候 他却看起了金姐的相册 嘴角也勾起了不为人知的笑容 当他取下自己的隐形眼镜后 红红却散发着诡异的光泽